各位大家好 我现在跟各位介绍 火焰的工具 怎么用 我们打开99 第六张99的这张相片 这张相片是一个火焰 这个火焰里面 我们可以用笔刷来做 笔刷有很多笔刷来做 那我先跟各位介绍 课本上面的火焰的作法 好 那我们先看出这一份 然后在上面加一个空白的图场 这个是火焰 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火 好 那这个火焰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 用笔刷工具 那笔刷工具可以用第一个笔刷工具 或创意笔刷工具 两个都可以 或是曲线笔刷工具 三个都可以 那你自己画一条线 自己画一条线这样 很像一条火这样子 要一个火像这样线 这样的线的火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用这个滤镜里面的 这个演算上这里面的火焰 好 有看到火焰吗 好 那就按确定 好 它就有一个火焰上来 有火焰 很快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路径 上面这个笔是路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路径 路径把它删除 删除 或是你要留着也可以 不要就把它删除 那就有一个火焰 那如果不是很对称 你可以移动 移动 好 OK 那这样就可以一个火焰 好 那这个火焰里面 当然你可以用大大小小来变化 如果你想要大一点 或什么 你当然还可以做适当的变化 适当的变化 好 那这时候你要 想要加一点烟 好 加烟 好 烟 好 那这个叫做smoke smok 那smoke smoke我们在 上一次有讲过 就在笔刷 我们选笔刷 笔刷 笔刷里面有 贿入笔刷 那笔刷里面有 90 91 90里面都是什么笔刷 都是smoke的笔刷 所以我们可以用90 smoke 91 91 92 smoke 92也是 91 90 91 92 都smoke的笔刷 好 那就按91好了 载入笔刷 载入笔刷 按载入笔刷 好 那这笔刷里面的91 就smoke的笔刷 它有很多的烟 有看到烟 好 那你可以给它一点烟 一点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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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是黑烟 对不起 那你这个要选白烟 就给它一点白烟 白烟 再烧的白烟 那你也可以大一点 大一点 好 那我们就重来 再给它大一点点 大一点 大一点点烟 好 烟 一点烟 在这边 烧起来烟 好 OK 那就可以了 那你又有很多的不同烟 当然你可以给它不同的烟 好 那你可以给它 另外一种烟 烧起来烟 好 这样就有烟路 那 那这 只有这两个烟路以外 你也可以用布满到处的烟路 到处的烟路 你可以笔刷是 汇入笔刷 那92还有另外一支笔刷 92还笔刷 好 那这支笔刷也不错 那这个是 大片烟路的笔刷 大部分的笔刷 你看有很多的烟 有没有 烟有没有 哇 这个就很多的烟 很多的烟 那你如果要很大的烟 那就到处都烟 太多了 OK 那你可以大概给它一点烟 好 那你可以补透明度 可以小一点 给它不同的烟 好 那这样就有很多的烟 好 这个你就可以来做烟的笔刷 烟的笔刷 烟的笔刷 好 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个火 火这样当然你一定不会满力 这么小的火 好 那我们要用大火 然后我们就按加 再加一个图层叫大火 大火 大火 好 那你可以用这个加大火 那这个大火用在哪里呢 用在我们的一样 我们用笔刷工具 那这次我用创意笔刷工具好了 那我这个大火 给它放在这里好了 这边好了 大火 这边火比较大 那我再给它一个大火 好 OK 那我再给它一个这样的大火 那一样你可以用滤镜里面的 演算上色的火焰 那这个火里面你可以选 沿着路径一个火焰 或是沿着多个路径的火焰 有没有 或者是一个方向多个火焰 哇 就很多火焰 有没有 好 一个路径 或是路径引导多个火焰 小小火焰你看 有没有 火焰 有没有 有火焰 你也可以把它绕成圆形 绕成圆形 用这样的火焰 好 那你这个宽度 你可以把它宽 弄宽一点 哇 那就大火焰 你看 大火焰 好 那角度你也可以调整 角度你也可以调整 角度 大火焰 好 那这个间隔你可以调整 调整间隔 好 那再进 进阶的部分你也可以看那个穿流 穿流是长度 好 短一点 长一点 好 长一点 短一点 好 短一点 好 长一点 好 那你可以锯齿状 好 烈火 这样子 好 或是不要烈火也可以 那再来呢 这不透明度 暗一点 好 亮一点 好 暗一点 好 暗一点 亮一点 你自己调整 好 你喜欢的火 的样子 那 复杂度就是它的线条 那你要多一点 少一点 多一点 哇 那就 看你自己 那你我想要少一点 大概这样子 那火焰的对齐方式 是上下呢 那这个是对上面 那你可以对下面一点 对齐方式 小一点 小一点 那这边火焰的样式 你可以用一般 或是猛类 猛类的火 或是平坦的火就好了 一般平坦的火 那平坦的火 那这样就太小了 所以我们要再把它弄 亮一点 好 那我们就用一般 好 那定向就向上 那你可以平行 平行 也可以集中 你也可以用展开 展开 那你也可以用椭圆形的方式 那看你要火的大小 那是不是随机 随机 你可以选 那我们就选定向 定向那基本 那长度可以再小一点 再小一点 有没有 再小一点 宽度再小一点 好 OK 那间隔再小一点 好 OK 那我们就按确定 好 那我们就另外一个火焰 在这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移到适当的位置 然后火焰的位置 当然这两个火焰 这样就没那么像 不太一样 就比较没那么像 好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路径 把它删除 把路径删除 好 那我们这火焰就留下 就两个火焰 那你如果要再别的火焰 那你可以 也可以自己加 再加别的火焰 那这是比较烈的火焰 那这是比较小的火焰 那我们的笔刷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火焰 有 但是笔刷里面的火焰 并不是那么好看 那我做一次给你们看 像一些火焰是150的 笔刷 150 汇入笔刷 好 那我的笔刷有150的笔刷 它是比较没那么明显 但是它还是 150吗 好 132 对不起 132的笔刷 好 那这笔刷我们把它汇进来 载入进来 OK 那载入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亮光的 类似烟火的笔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烟火 好 那我们来试看看这个烟火 这个烟火 那这个烟火呢 这个火呢 那是要大一点 不然这样 好像有点太小 好 那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个涂层 好 空白一个涂层 好 空白一个涂层 那这个火的颜色呢 要取这个颜色 取这个颜色 好 那我们再笔刷 那一样 我们就给它套上去 好 套上去 这样子比较像一点 比较小一点 对不对 没那么 没那么深 不透明度 再加高一点 好 再做一次 再靠一靠 好 那这个火焰就 就没有那么亮 但是可以来 来 加在我们的里面的 那个火焰 可以加在火焰里面 让它觉得 一起再烧 这样子 好 这可以拿来当这种火焰 那它有很多种 很多种 很多种 好 可以加在火焰 那大家觉得 艺术化的火焰 好 那你们可以试看看 我们有很多火焰 让你熊熊的火 可以去烤肉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火焰 好 那你们可以利用时间啊 这时候会比较空一点 可以练习一下 很多 笔刷不同的用法 好 谢谢各位 这 вопрос 什么 好 beacon